野鼠和家鼠的故事 一次,家鼠和野鼠在乡间的小路上碰面了 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于是,野鼠邀请家鼠到他家做客 分享乡下的美食 当他们吃着粗糙的没有经过加工的麦子与稻鼠时 家鼠说 老朋友,我真是不忍心看你过着连蚂蚁都不如的生活 改天,你一定要去我家 我家里应有尽有 四周都堆满了精美的食品 而且营养十分丰富 我真希望你能好好地享受一下 如果你愿意,住在我家也可以 野鼠被家鼠的真诚感动了 便立刻动身,跟着家鼠进城了 到了家鼠的家 野鼠吓了一大跳 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幅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桌上,桌上铺上铺着华丽的桌布 精致的餐具里放着诱人的食物 地上还有柔软的地毯 牢争的 Lands of 野鼠 野鼠 野鼠精呆了 他从没有想过,竟然还有人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 家属在他面前摆上面包 黄油 巧克力 燕麦 他还从厨房取来一块上好的干烙 野属见到如此丰盛的食物 非常兴奋 拼命地感谢家属 暗自决定一定要在这里住下去 正当他们准备享受着一顿大餐时 有人开门了 家属拉着惊慌失措的野属 慌忙躲进一个洞里 洞不大 刚好够他俩挤进去 等他们费了好大劲挤出洞 正准备重新开始晚餐时 又有人进来取东西 这次他们比上次更惊恐 费了半天劲才钻进洞里躲了起来 野属胆战心惊地躲了大半夜 也没有吃到一点东西 于是他对家属说 朋友 再见了 还是你自个儿去吃吧 我已经没有食欲了 享受这些美味佳肴 太让我胆战心惊了 我还是宁愿平平安安地去啃那些粗骨和大麦 好运的狐狸 狮子和熊常常结伴一起去打猎 然后再一起分享捕获的猎物 这一天 他们又约好一块去打猎 他们如往常一样 来到了鹿群经常出没的山坡上 看 有一只小鹿 独自在山坡上吃草 狮子目光敏锐 一下子就发现了猎物 心急的狮子正要扑上去时 熊一把拽住它 凑到它耳边说 这可急不得 我们这样冲上去 肯定把它吓不好了 如果我们前后夹击 它肯定会落到我的手中 笨重的熊 这时倒是显得十分狡诈 狮子听了熊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决定就照熊说的办 两人便分头行动 小鹿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它正在津津有味的吃着青草 突然听到背后有响声 它回头一看 哎呀 不得了 一只凶恶的狮子 已经张牙舞爪的向它扑了过来 小鹿吓得撒腿就好 狮子在后面紧追不舍 小鹿跑得真快呀 可还是逃脱不了狮子的魔爪 一个拐弯处 忽然熊又窜了出来 挡住了小鹿的去路 它挥起蒲扇般的巴掌 一巴掌就把小鹿打得昏了过去 可怜的小鹿呀 就这样被打晕了 狮子随机就赶到了 它可不能让笨熊 独占了这只鲜嫩的小鹿 熊老爹 猎物应该怎么分呢 熊回答说 狮子老熊 那可不能含糊 谁的功劳大 谁就分得多 狮子听了以后马上说 鹿是我先发现的 当然我的功劳大 熊也不甘示弱 发现有什么用 要不是我出了好主意 你根本追不上路 狮子很不服气的说 如果我不把鹿赶到你这儿 你也抓不到啊 笨熊又反驳说 如果我不及时出现 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追上它呢 它们俩 你一言 我一语 谁也不服水 谁都认为 自己的功劳大 应该多分一些 吵着吵着 它们俩就动起手来 打得不可开交 熊的身体强壮 力大无穷 狮子 牙尖爪利 行动敏捷 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 可是谁也不能取胜 这两个大家伙 势均力敌 不一会儿就都累得精疲力竭 再也打不动了 两个人都躺倒在地上 呼吱呼吱 不停地直喘粗气 被打昏的小鹿 渐渐清醒了过来 它看见狮子和熊 都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于是想赶紧爬起来逃走 可是不幸的事又接踵而至 狡猾的狐狸这时候出现了 狐狸看着不能动弹的熊和狮子 悠哉悠哉地 掉起迷迷糊糊的小鹿走了 狐狸这下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熊和狮子摇摇晃晃挣扎着 要爬起来追狐狸 可是战斗已经让它们都耗尽了力气 它俩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睁睁望着狐狸叼着猎物 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狮子无奈地摇摇头 熊后悔地叹了口气 然后一口同声地说 团结合作使我们抓到了小鹿 可是自相残杀 却让别人占尽了便宜 披着羊皮的狼 一天 一只狡诈的狼 决心伪装一下自己 它找来一张羊皮 披在自己的身上 把自己扮成了一只绵羊 混入了羊群 并花了很长时间练习羊的叫声 它以为这样既可以摆脱猎人的追赶 又便于捕食 真是一举两得呀 它趁牧羊人不注意的时候 混进羊群 然后低着头假装吃草 就这样瞒过了牧羊人的眼睛 夜幕降临时 牧羊人把羊群赶进了羊圈 狼也假装迈着柔软的股子 跟进了羊圈 被牧羊人关在羊圈里的狼 正想动手享用它的美餐时 牧羊人打开了羊圈 打算杀一只羊 招待远方来的客人 它一眼就看穿了假扮羊的狼 迅速地抓住了它 可是牧羊人并没有一刀要了它的命 而是仍旧让它披着羊皮 把它倒掉在大树上 以告诫那些跟它有同样想法的狼 后悔的鹿 森林里有一只长得非常俊美的鹿 它有修长的腿 光亮的毛发所覆盖的身体 简直就像天鹅绒一般优雅的闪耀 更吸引人的是它那双均式无双的鸡脚 使这只鹿的美格外出众 有一天 这只鹿顶着它美丽的鸡脚 漫步到了森林里 准备找一处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 天气太热 它已经热汗直流 口渴难忍了 正在这时 它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清澈的水塘 它高兴极了 把嘴凑进水边 咕咚咕咚喝了个痛快 喝完之后 它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又看见了自己在水中的影子 多么雄壮 多么美丽的脚啊 鹿看到自己的脚 好忍不住得意的自言自语 我的腿又细又丑 怎么能跟我的脚相配呢 它看着自己的腿懊恼的想 鹿正这样固颖自怜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猎人 带着猎狗 正向它靠近 当它觉察到危险时 它吓坏了 拔腿就跑 它自认为又细又丑的腿 帮了它的大忙 它用最快的速度 非常容易就和追赶来的猎狗 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前面出现了一片矮树林 鹿一直向树林冲去 它想 只要进了树林 就可以利用树林 挡住猎狗的视线 化险雷遗了 但是 它那美丽的脚太大了 它还没有跑几步 树枝就缠住了它的脚 它非常着急 但是越挣扎 茂密的树枝 就把它的脚缠得越紧 直至一点也动弹不得 鹿悔恨的想 我该人以为骄傲的 不是我的大脚 而是善跑的腿呀 狐狸和葡萄 一只狐狸疲惫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饥饿使它的脚步蹒跚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它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昔日引以为傲的毛皮 已经失去了炫目的光彩 向来动不动就拿出来炫耀的蓬松尾巴 也因此根本使不上劲 而像扫帚一样拖在地上 狐狐狸 狐狸缓慢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 那种盲目而无助的神情 就像濒临死亡一样 狐狸不由得仰头望天 长叹了一声 就在它仰起头的时候 恰巧看到了一大串诱人的葡萄 那些葡萄硕大而饱满 像紫色的宝石一样晶莹劈透 看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 狐狐狐喜出望外 终于有可以吃的东西了 然而那些葡萄 长在一道陡峭屋墙的平台上 狐狸的手无论如何也够不到 它很着急 在周围的空地上找一些石块垫在脚下 由于垫得太高了 石块滑落了下来 它跌了一跤 本就虚弱的它 摔得眼冒惊心 还是没能够得到葡萄 狐狸没有力气再去摘葡萄了 就一直盯着葡萄看 不肯离去 这时一只乌鸦飞了过来 它很轻巧地落在平台上 专捡熟透的葡萄吃 懊恶的狐狐狸心里极不平衡 突然 它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葡萄没有熟的话 一定会吃坏肚子 狐狸转身离去 但它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自我安慰地说 这葡萄没有熟 一定是酸的 富人和穷人 有一个快乐的修鞋匠 生意很清淡 所以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但它从早到晚 都是乐呵呵的 嘴上经常哼着欢快的小曲 干起活来 就像是在跳舞 它的邻居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生活富足 家财万贯 它所有的精力全花在理财上 因此 它从来没有欢乐地唱过歌 它睡觉的时间也不多 有时天将拂晓才进入梦想 但是修鞋匠工作时快乐的歌声 又吵得它不能入睡 富人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人 可以这样快乐 而我 拥有数不尽的财富 却整天都要担惊结虑 它开始埋怨上天不公 没有把一碗水端平 让一个修鞋匠整天乐呵呵 而叫它终日忧心忡忡 这太不公平了 一天 富人想出了一个坏点子 她把一袋金币 从墙外扔到穷人家的庭院里 邪教发现后 觉得自己的运气来了 她把钱拿回家里 小心翼翼地藏进地下室 可从此以后 欢乐也就离她而去了 在她家里不再响起歌声 连睡神 也跑得无影无踪 那笔钱 成了罪魁祸首 令她整天愁容满面 什么都操心 什么都怀疑 一场虚惊连着一场虚惊 白天 她盯着地下室目不转睛 晚上 连猫也会被她当成贼 穷人每天没心思工作 再也没有欢快的歌声 从穷人的家里传出了 这下轮到妇人 幸灾乐祸了 可是没过多久 欢快的歌声又响起来了 妇人就派一个仆人看看是怎么回事 原来 穷人没有独享那一袋金币 而是把他们分给了所有的穷亲戚 和贫困的邻居 从此以后 周围的穷人们 整天都唱着欢乐的歌 狮子和蚊子 狮子的美梦又被蚊子吵醒了 她愤怒的说 你这卑微的东西 不要在我面前飞来飞去 滚吧 你们简直是世界上最烦人 最弱小的东西 蚊子说 不许你这样侮辱我 我不怕你 狮子冷笑着说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打个喷嚏都能把你给吓死 这时蚊子飞到狮子面前 说 别在我面前吹牛 你也并不比我强多少 你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呀 是用爪子抓 还是用牙齿咬 不过是些女人跟男人撒脖时 似的招数 可我 却比你要厉害得多 你若愿意 我们不妨来较量较量 蚊子说着 就像狮子展开攻击 蚊子扑到狮子脸上 专钉他的鼻子 眼睛和脸上眉毛的地方 狮子不堪忍受 身体马上就被钉得到处红肿 蚊子又针对红肿吐起的位置 展开不断的攻击 到了这个地步 狮子向来自豪的荔牙和鬃毛 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狮子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屈辱 他气急了 便发狂似的用自己锐利的爪子抓身体 终于抓得满身伤疤 手脚都被血染红了 最后 终于累得气喘吁吁 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蚊子战胜了狮子 吹着喇叭唱着凯歌 在空中飞来飞去 炫耀了自己的战绩 不料 却被蜘蛛网粘住了 只好无奈地等着蜘蛛来把它吃掉 蚊子临死也弄不明白 不解地问道 我已经战胜了最强大的动物 怎么却被这小小的蜘蛛吃掉了 动物们献贡 近几天里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森林的上空回响 森林之王下令 要所有动物献出贡品 这个声音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因为这个声音以前从没有听过 也不像是狮子的声音 如果是这样 莫非那是神的声音 一定是无所不能的神灵 也在帮助森林之王狮子 一直自诩为智者的老猴子说 既然这样 他们就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森林之王所期望的贡品是什么呢 于是 大家决定召开一次森林大会 来具体商讨这件事情 大会开始了 他们并没有特别去讨论 那个声音到底来自哪里 只是讨论要献给狮子什么样的贡品 还是精明的狐狸为大家解开了难题 他说 人类通常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献给他们的神灵 那么我们 也不妨将我们所喜欢的肉类 水果当成贡品 而且最好是狮子所喜欢的肉类作为贡品 大家觉得狐狸的想法很有道理 可是 这又牵扯到了一个大问题 要由谁去当这块肉呢 指定某个动物去当这个贡品 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 也总不能教大家 各自在身上切一小块肉交出来吧 也有意见说 如果没办法 那就大家抽签 没抽中的 就轮流到狮子那边当贡品好了 可是 不管是谁 都不愿意当贡品被献给狮子 大家 大家每天都会想着 昨天是谁当了贡品 今天 轮到谁 然后明天是谁 下一个又是谁 每个人都必须怀着恐惧过日子 一时间 恐怖的气氛 笼罩了整个森林 这时兔子下定决心说 大家都豁出去了 干脆一起去狮子那里吧 反正 反正 我们每天都在随时被杀的恐惧中生存 不如现在 我们一到去狮子那里 由狮子指定谁当贡品 选了谁 谁也不会有怨言 她的话感动了大家 于是全体动物往狮子的住处前进 胆小的也紧跟在后面 狮子看到这么多动物 朝自己走来时 却吓了一大跳 惊慌失措的夹起尾巴逃跑了 原来 那天狮子吃饱喝足之后 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在梦中 她还惦记着捕获的猎物 说着梦话 如果小动物们每天轮流当我的猎物 自动送上门来就好了 我就不必这么辛苦去捕食了 这话被西方听到了 就把这些话 添油加醋的在空中吹来吹去 好像在动物的耳边滴雨一般 这就是动物们听到的神灵的声音 但是狮子一觉醒来 全忘了这些事儿 当看到那么多的动物朝自己走来时 还以为是自己卑鄙的想法被动物们知道了 动物们要联合起来报复呢 群兽的瘟疫 一天 狮子大王召开森林紧急会议 原因是这些天 瘟疫在森林中肆虐 她捋了捋胡须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琢瘟疫 我琢瘟着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罪 所以上帝才会降下这一灾难 我们这些动物之中 谁罪念深重 希望它能自我牺牲来平息天怒 这样做 也许大伙的病会好起来 先拿我来说吧 为了满足自己的胃口 曾吃过许多绵羊 他们对我能有什么威胁啊 一点也够不成 有时 我甚至把牧羊人都吃了 因此 如果需要的话 我将自我牺牲 现在我想 最好每位都能像我一样主动认罪 因为大家要根据公正的裁决 让罪念最大的去抵罪 陛下 狐狸说 您是位仁慈的君王 您的认真态度 您的认真态度 是大家看到了您严于律己的品德 嘿 说到吃羊 那种蠢东西吃了也是不为过的 大王 您赏脸去嚼他们 就是赐给他们最大的荣誉 至于牧羊人 应该这样说 是他咎由自取 因为这家伙自以为是 对我们没所欲悲 惩罚他也是应该的 狐狐狸如此为狮王开脱罪责 奉承者都鼓掌喝彩 于是 大家都不敢再去深究老虎 熊等其他猛兽 那些不可宽恕的罪行 轮到驴子说话了 他犹豫了半天 吞吞吐吐的说 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罪行 我记得 有一次经过修道士的草地 当时我的确饿得厉害 看到嫩草 鬼是神差吧 我就吃了一丁点大的一片青草 应该说我没有权利吃 所以我一直隐瞒着 可今天既然大家都坦白自己的错误 我也就照着说吧 话音刚弱 大家立刻喊着把驴子抓起来 有只狼 算是个穷算秀才吧 引经据典地证明驴子行径的罪恶 说要把驴这只可恶的牲畜作为祭品 狼说 这秃驴 原来是他若来的这一切灾祸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吃别人的草 而且是尊敬的修道士家的草 这真是射不射 这样的罪孽必须判处死刑 就这样 驴子成了最应该牺牲的动物 狐独 狐狸与乌鸦 一只乌鸦刚刚偷回了一块肉 在嘴里闲着停在树上休息 刚好被一只路过树下的狐狸看见了 鸡肠鹿鹿的狐狸急得口水直流 非常想把肉弄到手 于是他不露声色地站在树底下 用很平常的口气对乌鸦说 我们有些日子没见面了 但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见到您 您总是那么美丽动人 每次我都为您的美丽而倾倒 瞧您的羽毛是那么乌黑亮丽 您的身材越来越荣美 请您一定相信 我并不是在恭维您 我真的是太羡慕您了 另外我还听说 您的歌声非常动听 百灵鸟也不及您的十分之一 真可惜我还不曾听到 啊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您应该成为鸟中的皇后了 您能用您高贵的嗓子为我高歌一曲吗 乌鸦听了 明明知道这是狐狸的奉承话 却还是高兴的飘飘欲鲜 越发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声音 于是他便张嘴放声的唱了起来 刚一张嘴 肉就掉了下来 狐狸轻轻一跳 就接种了掉下来的肉 狐狸一边吃 一边回味无穷的撇着嘴说 谢谢您的招待 您的声音真的非常动听 您若有头脑 我想是可以当鸟中的皇后的 但还需努力哟 这块肉全当是您交的学费了 乌鸦这才知道吃了大亏 但只好自认倒霉 谁让自己那么轻信又虚荣呢